大型系列公益节目 和谐拯救危机 七大主题特别关注 中华民族到了认祖归宗的时候 祖宗都不要了 父母都不要了 如果说爱国家 那是假的 认识和谐的真谛 共创天下的太平 和谐拯救危机 殷政英明的帝王之一 雍正多次批示 从来天人感应治理影响快捷 凡是地方汗烙灾害 都是人事造成的 或者朝廷政务上有过失 或者总督巡抚大人们独职 或者太守支县不称职 又或者一个地区之中 人心奸诈虚伪 风俗不够厚道 这些情况足以冒犯天河 而招致灾殃 地方遭灾 官员奏报 雍正皇帝就批示 像你们这样的巡抚 我就知道 地方必无丰收之理 天降冰雹 为什么专降在你们几位 所属的地界 真是太奇怪 太可怕了 你们做官十分不妥 要小心 何等都府就有何等年岁 天道随人 快得很 实在令人生畏 在直省都府中 气量狭小 浑浑噩噩 没有像你们二位的 刚到湖南 水换道 掉到江西 旱再来 去了甘肃 又下冰雹 如此响应 奇灾奇灾 关于天人感应的参考 还有一句广为人知的名言 1959年到1961年 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 原国家主席刘少奇 在七千人大会上讲的 他认为的确是 三分天灾 七分人祸 直接说出了自然灾害中 人祸是最大的原因 而当时的历史 也的确是人祸在先 才发生了后来 历时三年的天灾 刘少奇在 七千人大会上讲话 农民说是 三分天灾 七分人祸 刘少奇对形势 做了两个三七开的判断 体现了一个 有高度责任感的 政治家的气魄和胆略 三分天灾 七分人祸 这个概括都是 这个一语惊人 安刚同时把这个话 是向我们传达的 我就记得 哎呀热烈鼓掌啊 是天灾 但是主要是 我们工作没有做好 他这一讲 大家服气了 再后来最大的一次 自然灾害 发生在1976年 唐山大地震中 一夜之间 有二十多万人丧生 那次地震所积蓄的能量 极其巨大 相当于400枚 在广岛爆炸的原子弹 而正是在那一年 十年浩劫 刚刚结束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集见